十一 戴公 中大深圳分校舉行開學禮 2015年9月5日港民教育A 18 戴公報信 記者黃一回深圳報導 9月4日上午 香港中文大學 舉行2015年本科生和首屆研究生入學典禮 港中大 深圳 理事會主席沈祖堯 港中大校董會主席鄭凱全等出席了活動 港中大 深圳 今年六彩的六百多名內地本科生 來自全國22省市 理科平均總分由2014年超過各地一本線77分提高到93分 民科平均總分由2014年超過各地一本線50分提高到64分 今年 被錄取的學生出現了最盟小大學生 兩位00後同學被經管學院錄取 年齡最少的是只有14歲的北京理科女生 我們來讀大學 不是為了來做一個好學生 而是能夠在畢業後在社會上有所擔當 承擔自己的責任 在入學典禮上 徐陽生校長強調 讀大學的意義一是學會做人 無論你來自何方 無論你從事任何職業 都要先學會做人 做對社會有擔當的人 做有獨立思辨能力的人 做學有所尊的人 做情置身心健康的人 具有寬闊的國際視野的人 他由談到9月3日舉行的抗戰勝利70週年閱兵儀式 令他回想起自己學生時代報效祖國的理想 他以畢業歌中的經典歌詞 而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會的棟樑寄予同學們 希望同學們有朝一日學有所成 成為社會發展的中流底柱 今年 廣中大 深珍 首次招收研究生 首屆近百名碩士研究生將攻讀金融工程 翻譯和聲傳譯專業 學生大多畢業於國內外著名學府 如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墨爾本大學 香港大學 台灣政治大學等 阿刨通道 阿刨通道 阿 sö 阿刨通道 阿刨特 阿瓦 阿刨通道